把公司法当作250个关于股权的知识点全部给你捋清楚 同时假如老师还自创了一套口诀啊 能帮助你去一条一粒一口诀的去把整个的知识给记下来 其实是写了一套打油诗 那这个打油诗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客服去要啊 今天我们假如老师会在直播当中也会过一下 过一下他的这个打油诗 那么这是整个课程的一个目录 也给大家展示展示 好了好了 那么我们问一下导播假如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是19点30了 那么我们的假如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把画面切换给假如老师 开启今天的直播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假如博士 今天我刚刚听到我们主持人 也主持的非常好 还有我的课程助理 小阳老师也付出非常多 首先非常感谢知识网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朋友 听说昨天的反响还不错 本来呢 我昨天也没想这个课能怎么样啊 就是反倒是一鼓作气 发挥的还可以 自己因为能享受这个过程吧 好了 今天因为一想到昨天 听说还不错 说那今天要是水准下降怎么办呢 那反倒有点患得患失 当然了 最后呢还是冯唐的九字真言 不要脸 不要脸 不害怕 不着急 那今天呢 我在开场之前呢 我还是想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 在学公司法这个问题上 我们这套课 包括这两天的直播 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为了让大多数的听众 成为一个高手 对于已经有业务经验的人 他来这是茶漏不缺的 因为他一定能够找到 他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把公司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条文 一网打尽了 你不能说你每一个条文 上面的理解都比我强 我相信总有那么几个条文 你的理解 可能跟我的经验不一样 但是对这种听众呢 我们不是我们主要服务的 我们主要服务的是那些零基础 或者接近零基础的 律师 当然还有我们的创业者 我这套课其实是跟我的书一样 我就是主打的是 专业人士和创业者 非专业人士都可以看的书 都可以听的课 这套课的重要意义它在于 构建你对于公司法的一个基础体 理论体系 打消对它的陌生感 你把整套课听完 你可能觉得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里面有很多条款都是 程序性的 就是模板性的呀 其实你平常不用到它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记 你用到的时候再去翻就好了 真正需要你理解的内容 又只有这几百条当中的 一半都不到 所以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大家眼中的 所谓的高大上的公司法 并没有劳动法 合同法 等等这些法律那么负责 但是呢 它现在的业务机遇 又非常的好 收费呢 相对啊 要高于其他的领域 业务领域 我们的目的是 消除大家的陌生感 以一种轻松啊 包括打油是这样一种幽默的方式 去揭开公司法神秘的面纱 大家如果把这一点把握到了 那不管我今天这下半场的发挥怎么样 大家都会有所收获 有所收获 今天这36G 你上 昨天听到了18G 今天这18G 你掌握多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构建了这个体系 消除了这个陌生感 这是我特别特别想强调的 那么我们呢 就接下来分享 36G里面的后18G 这个艺人公司双拳法 这个双拳呢 本来我最开始是两拳 后来想起那一句诗 就是世间哪的双拳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这是好像是李淑彤写的 讲的对爱情 就是跟那个爱情和佛法 二选一 所以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个打游诗啊 他也是尽可能会有点文采的 比方说我在劳动合同法 12首打游诗里面 有一首有一句最有文采的叫 固定期限两次足 十年同行到永久 讲的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签订的方法 法条的记忆方法 因为打游诗啊 他从最早开始 他就是有文采的 比方说最早的打游诗的起源 据说啊 明朝的张打游 他的第一首打游诗 因为他名字叫张打游嘛 所以他写的这首诗 其实 其实是很有文采和诗意的 大家记得吗 有人知道吗 好 有人知道呢 可以告诉主持人 可以 那个我觉得等会儿 这个人呢 我会为他特别 特别送上 现在说知道的人 能够发到弹幕啊 就是这个 这个你们叫什么 屏幕上的人 我们不是送三十本书吗 这个直播啊 送三十本 我签名的 这个投资并购法律书啊 这个是销量啊 第一啊 同主题啊 这个当当法律榜好评率 第一的这个书 那么我增加一本 送给这个人 你说你知道 并且把它写上来 这事呢 在我讲出来之前 写上来 这是叫 写雪 江山一笼筒 井底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有人答对了吗 那么 他为什么很有文才呢 江山一笼筒 就是千里冰封吧 万里雪飘这个 井底黑窟窿 因为这个雪再大 他把井填补满了 所以井他还是黑的 黄狗身上白 黄狗身上呢 有白的雪落上了 白狗身上肿 大家看这个肿子啊 他虽然很熟 但是里面 他本来是白的 白上加白 他肿了 非常的有味道 你仔细的去 为什么 所以说这首诗 被称为打油石的鼻祖 就是这样 打油石不是谁都能写的 你写出来没有味道 就不行 还得押韵 是吧 黑窟窿 对吧 当然我们整个的长恨歌 就是整个公司法 极其司法解释的 整个的诗 整个都是有韵的 当然我写的不一定那么好 大家可以改 这是我顺便讲一下 我们呈现公司法 这种大胆的方式 用打油石 里面其实是有文才 是有韵的 有押韵的 那么这个季呢 是 当然这个 这个大家购买了正式课之后 其实可以来再给我们来改进和吐槽 然后我们一起出一本新书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 今天我再次邀请 昨天没听到的 一起 只要你提出你对每一句诗的理解 包括这首诗 这句诗 能不能改得更美一些 更有味道一些 我都会把你的网名或者真名随便您 您自己选 把您 是这个意见是您提的 我就会注明某某网友提的 然后 贡献比较大的网友 我会在鸣谢部分 后继部分 会做一个特别的鸣谢 一起来众筹 共创一本新书 期待大家的 一起玩 那么这个计策解决什么问题呢 计策它是解决问题的 这个解决 一人公司风险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就不想跟别人玩啊 不想跟人家合资 风险太大了吗 对不对 怎么办呢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 在我们正式课里面是 公司法第63条 讲自证清白成义务 讲什么呢 就是说一人公司 为什么风险大 因为 当别人 说他有问题的时候 左口袋右口袋不分啊 跟他的公司之间不清不楚啊 那么要让他承担连带责任的时候 是他自己来举证 因为没有其他股东跟你牵制 你得举证责任倒置 类似的有这么一点 第二呢 还要每年强制外部审计 反之如果你没有进行强制外部审计 将有可能成为你承担连带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经手的案子里面出现过的情况 当时他们有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有个案子在山东 一审输掉了 而后来我们二审呢 并没有从一人公司去突破 而是换了另外一个方向 去把这个案子把它搬回来 但是说明这个一人公司 这个外部审计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要求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 对你是有危险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这个一人公司呢 我配的这个图啊 就是单枪匹马的这个意思 那怎么解决呢 所以常见的情况下 最粗暴的方法就是 你找一个自己人 给他1% 2% 5%以内吧 因为这样呢 他要背叛你 也坏不了多大的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双全法 当然我们昨天讲了 如果用了我们的第一季 有限责任这个盔甲化 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防范作用 那一季啊 用那个公司去开一人公司 当然有个问题 你毕竟没有想到说 动不动开个公司 就去承担连带责任嘛 所以那个计策呢 还用不到这里 原则上 它是两个不同的计策 就这么简单 就是尽量的 要下意识的告诉你的客户 不要搞一人公司 我们有很多客户呢 让他一个个人 开一个公司的时候 他有时候是有点怕 他是好像下意识的 不去这样做 可是当他用他的公司 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 他往往没有这个意识 他就懵懵懂懂的 就是又可以做到你独裁 一股独大 但是又可以避免你 避免你因为一人公司被刺破 公司面上被追究 连带责任 被要求强制外部审计 这个费用啊 麻烦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第二十集 优先购买约定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优先购买权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你侵犯了人家的优先购买权的话 那么其他这些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啊 他在知道之后的三十天内 或者你卖掉之后一年内都可以 这么长时间都可以 喊你恢复原状吧 类似于 或者喊你让他这个买吧 或者怎么样啊 怎么救济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 会很麻烦 所以 所以 如果你为了啊 因为有时候你让别人买去了 有可能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很麻烦 有可能你在设立的时候啊 你就要多想一个 我将来有没有可能卖 而且我并不想卖给公司现有的股东 这个心眼可以留着 然后你就就可以明确写 可以明确写说 我呢将来卖的时候 你们都不要 行事优先购买权 这个直接提前约定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禁止性的规定 关于股权转让 公司法 他是允许你自由约定的 这个点 大家觉得很小 但是 几乎没有人去运用它 我们是倒着推的 我们现在就在运用 说既然优先购买权这么麻烦 特别是他同等条件的这样一个判断 法官都挠头 发愁 因为同等条件 数量 数量倒不说吧 一般都要求一样 是吧 30% 20% 价格和支付方式 支付的期限 它可以进行多种排列组合 到底是不是同等条件呢 去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 不确定性扼杀在 公司设立的情况 可以大胆一点 当然我这个 这个想法是比较大胆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 有时候提出来 对方居然也无所谓 就是你不提 怎么知道他不同意呢 也许他就同意了 事实上就是 我们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股东 其他股东都同意 他们反正无所谓 你卖给别人就卖给别人 这是这个 反正你不卖 我也拿你没办法呀 我想买 或者那个时候 你想卖给我 还不定买呢 因为在设立的时候 各种利益尚未成形 利益集团也好 利益的既得阶层也好 没有形成 他是一张白纸 反正 你只要 让他自己的股权 比方说你70 他30 是吧 你 你说我将来想卖的话 我可不可以不卖给你 我卖给别人 你能不能提前 就放弃优先购买权 他无所谓 因为反正他只想 他30%的事了 但是当你没有提前约定 当你有一天想卖的时候 什么同等条件 找你要挟 各种麻烦 有的时候光 他不想买 他使坏都可以把你想套现的 这个 想法给你扼杀掉 30天你等得起吗 再折腾折腾 四五十天 那个买家还在那吗 早走了 所以这个优先购买权 是你的股权变现 股权流动性的 一个懒路虎 那为什么你不提前把它 假如你有股权运作 的需求未来 你说哪一天 我有可能是要拿这个股权 去套点线的 你这个时候提前清除 懒路虎不好吗 当然 这个我们 又回到第一季了 当你用了一个 有限责任的持股平台 平台公司之后 你其实也 这个懒路虎呢 也是可以清除掉的 当然在郭广昌和 潘石屹的这个案子当中 那个方法居然没有生效 没有用 上海 我记得应该是一中院 他居然认为你这是变相的 就是说 你在股东层面 而不是在这个合资公司的层面 进行买卖 就是潘石屹 他把合资公司的那个股东公司 因为那也是个平台公司 他把那个上面的卖了 那相当于就把他在合资公司里面的 50%的股份给卖了吗 股权给卖了吗 对不对 卖跌 实际是把儿子卖了 结果 上海一中院居然 判定 这个 是变相的侵犯了 郭广昌的 优先购买权 这个案子 当时出来讲课的时候 是一审刚出来 二审没出来 我当时就对这个判决进行了 公开的 严肃的批评 因为没有见过 优先购买权 还可以 跨公司的 我母公司的股权变动 怎么会侵犯你子公司 其他股东的 优先购买权呢 所以难免 当然啊 这个我们只是一个猜疑啊 难免是因为 上海市复兴的主场 这是我们 行业内啊 我们自己做一个 我有权利这样推测嘛 我说了我没有依据嘛 对不对 好 那么最后到了上海高院 他们和解了 我相信 如果复兴对这个判决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不会和解 你二审了 那人家潘石屹也可以 我们现在不对任何人 做道德评价啊 我们纯讲法律 那人家还可以申请赞神的嘛 那北京人家 也是可以想办法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严重违背 公司法精神的 我认为 当时这个判决 就是很荒谬的 那我到现在 仍然坚持这一点 大家仍然可以讨论啊 我一个子公司 那郭广昌的复兴账务 是我们先先假定这样啊 因为他其实是有三个股东 五四一 我们不先 潘石屹这边五十 我们现在先简化一下 那潘石屹呢 为了把这个五十 卖给 卖给他想卖的人 对吧 因为他要郭广昌买 郭广昌压他的价 不理他 郭广昌购买 那卖给别人呢 郭广昌又说要行使 有些购买权 他怎么呢 他说我不跟你玩了 他们互相发发什么 万言书啊之类的啊 隔坑掐价 当年那个年代啊 还是一件大事 股权江湖中的一件大事 那么 我潘石屹说 我好了 你这五十 我在跟你合资的这个 项目公司里面 什么海之门吧 我不卖了行吗 我把我自己卖了行吗 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符合 我们一般人的一个人之常情 和一个学公司法的人的 一个基本的 判断和常识 结果居然就变成变相损害你的 优先购买权了 不对 不对 不能开这个口子 还好最后这个案子是 是和解了 和解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一审判决 因为他一上诉 上诉你那一审判决就 就没用了 这个不对 这个做的不对 第二十一级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 欢迎大家吐槽 我看刚才这个图片 那是蓝路普 第二十一级是 强制转股可约定 我们经常看到 网上有些文章说 公司法里面 规定可自由约定的 有哪些 一般会总结 大概十三条左右 十五条左右 他怎么总结的呢 就好像我们说 股权转让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重启规定 就是他凡是 看到有这句话 他就从那个公司法里面 把它拎出来 告诉你 这地方可以约定 但是 但是 真正可以自由约定的地方 远远不止 真正可以自由约定 或者需要自由约定的地方 就包括刚刚讲 对优先购买权的 这个约定 公司法里面 你就看不到 说什么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重启规定 你看不到的 所以需要我们 从实践当中 把它总结出来 然后补权出来 就是你光从条文里面 说这个地方可以约定 那太容易了 你自己用查找 这个 把公司法 沃尔德文档 你用查找功能 你搞 你就不找出来了 另有约定 就查另有两个字 对不对 我们要总结更多的可以自由约定 因为这个有必要 他约定了对某一方股东有好处 我们再来看 强制转股可不可以约定 这个呢 在我们的公司法 第71条里面 也是讲这个 股权转让的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打优势 叫转股不留外人田 那么 这个强制 你 必须转让给谁 或者强制你 不能转让 行不行 好 首先 强制你应当 或者必须转让给谁 这个叫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 允不允许 大量的股权激励项目 这已经形成了标配 那显然是允许的 要不然 怎么 股权激励项目 把退出机制 就是强制转股 强制你把它卖给公司 指定的 第三方 已经形成了一个标配 那显然是允许的 那么 锁定机制 行不行 锁定机制 它和退出机制是反的 不让你跑 不能转让给第三人 行不行 或者说 除非全体股东同意 或者只有两个股东的行为 说除非我同意 你都不能转 有不有效 原则有效 但是呢 有判例 有判例 因为为什么叫原则有效 因为公司法说了呀 股权转让允许你们自由约定 那这个也是跟股权转让有关的呀 但是呢 有一个判例 我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前因后果了 反正我只讲结论 就是说判这个 说 不设时间的 不设时间期限的 这样一种锁定 12个月 36个月 5年 你设一个 那么 这种情况下 包括超过一页期限 这种哈 那么 他认为是 变相的剥夺了 股东对他股权的处分权 也就是股权不再具有流动性 他判这个无效 依据法理和公司法的精神 这个当然我也是同意的 我们就一般要建议 退出机制OK的 当然退出机制约定的时候 一定要 注意要有一个定价的计算公式 你别到时候退出的时候 有临时 来讨论 多少钱给你买回来 当然股权基地里面 还要分过错退出 非过错退出 等等 那价格不一样 甚至有无偿收回的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 当然尽量的按转让 那你就 你就写一元 尽量的不要去 触及那些 就是法律的空白的地方 那么 一般如果是锁定的话 尽量的 给他一个期限 当然不要是一万年 也不要是超过 这个公司的营业期限 因为这个相当于 就是一万年了 我们来看 这个强制转股 关于他的退出机制 与锁定机制 这个在股权基地里面 是常用的 这个退出机制 第二十二级 一亿回购 价格名 一亿回购这个问题呢 是 三种情况嘛 对吧 这个在 但是 往往很多情况下 一亿回购权 却实现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定价机制 那么首先还是解释一下 本来这是在 正式课里面 一句打油诗叫 一亿回购理由三 就是说 一亿回购我的理由 有三条 第74条 公司法第74条 条文 就是第一个老不分红 老不分红 当然这个老不分红 五年啊 这些具体的数据 大家不要记了 正式课会有 第二 你使金费也没用 就反正是 一直赚钱 你一直不分钱 我小股东 但是我小股东 又做不了主啊 是吧 第二就是 公司资产要六号 就是你转移重大资产 我认为你这个转让不公运 但是呢 我又没有办法 好像你好像有程序啊 苹果好像都做了 反正我不服 是吧 第三是 营业期限到了 我们营业期限就二十年 二十年满了 对吧 你们现在说 还继续干 我不想和你们玩的 我是有这个权利 喊你们把我买走的 那么这个定价怎么办呢 就连司法解释 他也说不太清楚 你说这个 法律这样说的 而司法解释 他都不敢碰 他说不清楚 好 在实践当中 判例当中呢 有 近期股权转让价格参考法 在有一个案件当中 评估值比较低 评估的价值比较低 价格就低了 但是呢 公司在最近 就是在这个争议的股权 这个回购 出发的之前 有三四次 以上的股权转让 以这个价格来作为参考 法院 他同意 评估为什么很难 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服务业 第三产业 这个包括股权融资 都跟这个产业有关 他们 兴起 这么多年啊 一直越来越强 那么轻资产公司 成为主流 所以你这个评估 没法弄桌子板凳 就那么回事吧 服务业嘛 他又不是房地产公司 对吧 包括也甚至不是制造业 制造业有土地 厂房设备 对不对 没有 这一评估 对这个异议方 就是想退出的这一方 就很不公平嘛 所以呢 小股东 其实 可以约定 就是你这些 找大股东去约定啊 他当时不太介意的 因为在设立的时候 他根本想不到这么远 所以你完全可以提出来说 我要按照一个 什么样的公式 比方说 我按性资产 或者我按上年利润的 PE值的倍数 跟风头一样 跟估值来 按估值来 我们搞一个估值公式 公式就是我们 内部股东用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约定完了这个以后 你的离家出走 而且你这个 肯定就是不回头了嘛 你这让公司 给你买回去了 是吧 所以这是 这个定价呀 所以说就是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却没有这个实 叫有名无实 如果你没有定价机制的话 你就是有名无实 你离家出走走不掉 当你约定了一个 好的定价机制 如果当然 如果你是重资产公司 你就按金资产 而且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错 那我还可以说 金资产 我还要加20% 可不可以 这是这个 我退出机制 但是会不会是 只有这种意义 回购的时候 才会约定价格 不对 我们很多 这个合资协议里面 有相互收购条款 就是当大家 打仗 无法和解的时候 要么大股东收小股东 要么小股东收大股东 假定小股东 有这个实力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有权 或者说怎么样 他把他写的活一点 我可以收也可以不收 那是一个计 这个跟公司法无关 这是一般的 所有的合同法 所有的法律 合同条文里面都 那是另外一种技巧 我们先不说 重点就是说 你的定价机制 一定要写清楚 你的这个意义回购权 才能够落实 第二十三计 第二十三计呢 是 章程排除继承权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 比较容易忽略的知识点 这个在正式课里面 叫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 使成复古为原则 那当然有例外 对不对 例外呢 那就是你章程规定 不准继承 那么这个 这一季啊 二十三计解决的问题是 因为这个继承条款 导致公司股权结构 不稳定的问题 你说这个什么问题呢 我跟你讲一个 真实的案例 在烟谈 在大概十 十二年前吧 很早了 我们当时就遇到 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当时呢 我们是一个国有企业 一个很大的厂 反正是以亿元为单位 投资的厂 很大的一个公司 热电吧 相当于 那么 这个 国有的大股东啊 就是很大的 很大一个股东 只要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比例我就不说太细了 他呢 好不容易 跟另外一个买家谈好了 百分之百 把他的股权 转让出去 因为他不想拿在手上 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了 结果 这个时候 里面有一个小股东 持股比例很低的 去世了 去世了呢 他由谁来继承呢 他有老婆 有孩子 老婆孩子呢 又有矛盾 那最终呢 这些人又是依法有权力继承的 而且那个人 他走的时候又是 就是走得很急 遗嘱 没有对这个股权 以进行安排 所以他们就 那个 那一家人呢 就扯不清楚 也不主动 就是说 也不主动来拿着公证书 来办这个股权登记 最后 我们这个国企这边 是一个厅级干部 要去求这么一个 一家人 因为不然这个转让失败的话 可能会给这个国企 这个大股东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失去这么一个机会的话 因为有可能 他是没有资金继续投入 但别人买了 别人可以投入 别人可以运走 对吧 反正就必须卖掉 最后 被那一家人敲诈了 一大笔钱 这是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当时在寒风当中 这位领导的无奈 那如果说 当时在公司章程当中 约定了不允许继承 只能够按照 当时的净资产价格 由大股东收购 这个事就没有了 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和 情段上的伤害 甚至是侮辱 就不会发生了 听了这个案例 你们觉得这个计策 它没有价值吗 这是第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影响了股权转让 同样的道理 你影响股权融资 人家投资人一看 你这是股权结构都不确定 那至于影响上市 就更加了 上市你股权结构 也必须清晰 你这几个股东到底是谁 还要等他们打三连官司 所以这个股权结构的不稳定 它对转让融资上市 这些关键的股权运作步骤 它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继承问题而已 现在大家知道 这一个地方有多危险了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继承 本来就是我股东 又一下子导致 你这怎么办呢 要不然你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在开场里面就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不同的登记机关 它有不同的看法 我遇到过登记了53个股东的 但是也有的地方 我拒绝你去改制 你改成股份有限公司吧 这个地方是比较模糊的 当然有一点 你本身就是想传承的 这个除外嘛 你就是想传给儿子的 那你就依法 你就不要做特别约定 这是这个关于继承权 这个地方大家容易忽略 所以拿饭本来给客户 做公司法服务的人 或者说拿着饭本 就开公司合资的人 你一个人无所谓 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也问题不太大 那三分之二以上呢 你这个如果用饭本没问题 你可以改过 所以就是只要跟人家合资的人 你拿着饭本 这个是很危险的 就拿着市场局登记机关提供的 章程饭本 甚至合资协议按饭本里面内容来 这是有问题的 第二十四季呢 顺便提醒大家及时体检 上岗体检 董坚高 这个事 这个事很多公司都没注意 这就跟我这个昨天讲的这个股东名册 没支备 出资证明 未发放 这个犯错误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 你给客户提醒这么一下 客户的 中招率 或者就是 这是一种合规嘛 对不对 你基本上都能点到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 不错 你帮我发现问题了 因为客户觉得 你帮他查路不缺了吗 他就会觉得你的服务有价值 其实对客户来讲 至于说这个 这样一个建议是难还是不难 其实客户往往分辨不出来 这个知识点比较浅 但是他 适用面特别广 因为犯规的人特别多 那你的合规不就是要找到犯规的点吗 这个犯规的点太多了 那么 董监高任职资格 第一个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肯定不行啊 对不对 你真是精英啊 要管理公司的 第二是犯罪的 这个第三是搞垮了公司的 具体连线 要不要去管他 就要有前科吧 对不对 第四是债台高注的 那么这些人呢 你 这个 确实应该查一下 除非是你知根知底的人 当然 我们有很多人请人的时候 他本来就知根知底 但是有的时候你招聘的情况下呢 朋友推荐的情况下呢 这种情况也很多啊 所以 带病上岗 是不行的 我们这也不像干部任用 还要公事 你公事给谁啊 这是你私人的事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去查什么 包括什么无刑 无刑事犯罪证明 都可以啊 这个是应该要注意的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所以我重点要提一下 顺便再次提醒大家要定期体检 第25级 外聘快锁 必争定 这个呢 是来自于169条公司法 外聘快锁 张承定 这一看似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权利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这么一件事情呢 为什么不由总经理就定了呢 或者就财务总监把它定掉吧 为什么 必须上股东会会或董事会 同样的规定 我们只是在哪里看到过呀 特意啊 就是在股东会十大职权 董事会十大职权之外 特别再去在别的条款里面提到的 要上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是哪一个呀 是投资和担保 也就是说 在某种意义上 选择哪一个会计事务所 而不是律事务所啊 选择律事务所都没有这么重要 选择会计事务所居然跟 对外投资对外担保 这样一种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达到了同样一个level 一个高度 厉害吗 你现在还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吗 不是 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会计事务所 它是由公司聘请的 而你小股东也好 或者其他股东也好 你当时没有反对 那么之后 他做出来的 审计结论 法官会直接的认可 因为这是中介机构 但是事实上你知道 谁请的 谁推荐的 中间左一点 右一点 中介机构是有这个权利的 或者有这个能力的 那么小股东 特别是小股东和厂外股东 厂外股东呢 有时候他不是很小 但是呢 他不怎么管 这个是用我们打引号 说一个厂外股东 那么所以呢 你要嘛 你争取发言权 一票否决 那有时候我争取不了 那没关系 你可以 怎么做呢 争的时候 不光是在章程里面争 或者合资协议里面争 你可以在哪里争啊 大家择优嘛 首先得有自治吧 第二有一定的能力吧 你可以要求招标啊 你可以要求 或者叫要 就是这种 货币三家吧 我不说招标啊 咱也不说 国有企业这些 政府这些 那你就可以推荐了 我们甚至遇到过 有一个小股东 特别有意思 大股东找了 找了两家对收拾谈了 这个费用 他谈成二十万 他不过来推荐一个 他说我这个跟你们个 品牌也好 团队也好 业绩也好 差不多的 人家价格收的低 只要十万 其实 是他悄悄贴补了 人家十万 当然这个做法 对不对 我们不去多讨论 但是他这个意识 是值得赞赏的 就是得把这个人 握在自己手上 当然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同事 特别好笑 所以我们讲 人的笑点不一样 人的笑点不一样 我在讲股权 舞舞曲的时候 讲过一段话 因为那个也是 同事讲给老板 和律师 和会计师听的 我说这些老板 我感觉这个股权 这个激励很容易的 并没有那么难 你们连企业都能办好 一个股权学不会吗 你说这多正常的 一回事 结果这个陈律师笑的 笑的简直受不了了 专门给我打电话 包括他家人都告诉我 说我们陈律师 听了你这段话 他是在这个网上 听网课听到的 他笑的不得了 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同样的 我们这个快所 这个住了个阴 口外快 他说这是会所 我们有一个同事 也是笑的不得了 所以我说 这个人的笑点 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第二是六计 解散事由 是不是该抽奖了 是不是该抽奖了 主持人 要不我们抽完奖 就要讲最后的十计 现在需要留时间抽奖吗 对的 我们现在中场进入抽奖的环节 我们的时间刚刚好 现在是直播进行到一半 今天我们的抽奖内容 跟昨天稍有不同 今天我们会进行两轮抽奖 都在现在这个时刻 第一轮抽奖呢 我们会赠送一套 我们和贾瑞老师一起合作 这套股权业务实操必修课 就是刚才有很多人 在直播间当中 问来问去的说 这套课程怎么买 然后买的时候怎么看 能看多长时间的 这套课程呢 我们会作为第一个奖品 第二个奖品呢 是我们会把贾瑞博士的 这一个投资并购法律实务 这本书 这本在当中排名非常高的 这本书的亲笔签名版 也送给大家 抽奖分两次 我们依次进行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后台 工作人员上第一个抽奖 上第一个抽奖 也就是贾瑞博士的这一套 股权业务实操必修课 请工作人员上一下抽奖的按钮 好 我这里也看着 请工作人员可以上一下 好 我看到工作人员已经上了抽奖按钮了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评论参与抽奖 点击就可以直接参与啊 我们的抽奖的开奖时间是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自动抽出那一条经理 抽中的用户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 那么刚好趁着这两分钟的时间 再次向大家强烈推荐一下贾瑞博士这一套股权又实操必修课 这套课程呢目前已经完全录制并且已经上架了 昨天也有非常多的用户已经购买了 那么现在在直播间购买的话 价格是最低的 是299元 注意领券后购买 那么直播间结束 也就是今天直播结束之后 这套课程就会进行涨价 我们熟悉支持网直播都知道 我们的每套课程推出永远是在直播间是最低价 并且会附送一系列的一系列的福利 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就是凡是你购买这套课程 只要你购买这套课程的话 还会有额外一次抽奖机会 是我们假如为老师为大家准备了30本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因为购买课程的用户太多 不能一一送到 所以再通过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 所以你凡是购买了这套课程的用户 无论是昨天购买的还是今天购买的 可以单独的联系我们的客户 额外再进行一次抽奖 那么这一次抽奖的结果 这一次抽奖会送给用户老师的这本书 好的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奖品应该已经 中奖观众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恭喜中奖的观众 请你直接联系我们客服 我们会把这套课直接塞给你的账户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看了 这是第一套课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马上会抽取第二个奖品 就是今天的贾瑞博士这本书 投资并与并购的法律实物 第二版这本书 当当网排名非常前列的这本书 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请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上一下第二个抽奖链接 大家不要急啊 我们现在两个抽奖 请我们工作人员上一下第二个抽奖链接 我们稍等一下 请工作人员上下第二个抽奖链接 趁这个机会刚好介绍一下 昨天很多用户就在问啊 就是昨天买的课 因为我们今天向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就是我们998元买知识网的全年的会员 原价是5800元 所以现在是998元 所以这个福利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第一福利只限今天 并且并且这个福利是如果你昨天买了课的话 也可以送 没有问题买了课的话 你只要是补差价也可以领取这个福利 你昨天花了300块钱买课 你今天再补600多块钱 就可以获得加之5800的全年的会员 这个你也是可以直接的 直接可以直接可以参与这个补差价的 这个我们的福利今天是非常稀有的 经常一年可能今年是今年这一次 因为平时我们价格上是不打折的 所以来讲的课 想听股权的五股曲 想听我们今年和假如继续合作的课程 那我推荐你直接是加700块钱买一套998元的全年的会员 因为全年会员可以听之爽 相关业务的话 你股权这块总是要过关的 那么与其在未来花中心 慢慢学不如趁这一 好那么稍等一下 假如老师可能刚才趁了抽奖出去喝两口水 我们等一等 然后我们有人说为什么脸这么黑啊 我们再争取争取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tips透露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抽奖的同学们 我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同学 其实因为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假如老师已经在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假如老师已经在位置上了 那我们现在中场休息就到这里 我们请我们导播把画面继续切给假如老师 带来接下来下半场的精彩的讲课 好的刚刚恭喜那些抽奖抽到奖的同学们 我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同学 其实因为这个法律这些东西太深了 每一个案子都不一样 所以你也不能担保说一定每一次都处理的很好 那刚好呢借这个中场休息的机会 我又灌一点点鸡汤 我又想起昨天提到的蒋勇律师 因为我又看到这个实体 深奥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 还有曾国藩 这个蒋勇律师也是比较短暂的 他应该本来应该是为我们的律师行业和社会 可以做出更大的更多的贡献 但曾国藩他也只有我61岁的手 那么这个生死之间 有的人是留下光辉灿烂的 这些叫明垂青史 但是其实在死生之间 是我认为是有中间道路的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很光辉灿烂的事业 但是呢仍然有比较高的寿 就是比较长的寿命 所以我突然又想到这一点 因为我昨天讲那个我担心有误导吧 然后呢我再次强调一下 昨天我讲的一个 今天因为有新的同学 同堂说 学医首先要系统的学动物学 他当时很反感 他说这个我又用不上 他后来就才明白 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很重要 你们各位今天跟我一起 我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书筒 在正式课里面 我把公司把的每一条 当然有些条文我是原文读了 有些条文呢我跳着读的 然后用白话文 用打油诗 用案例 用通俗的语言 甚至开点玩笑 我在准备这套课之前 买了官方的 我就不点作者了 公司法司法解释等等的解读 很厚一本一本的 说实话 我不想诋毁同行案 但是实在是太难读了 你说也许是你水平太低 读不懂 不 我觉得我水平不算低的 我不算很高 但是我一定不是低的 毕竟我就不说 我为什么不是低的了 我从无论从学术 还是从实践 我读起来都好痛苦好痛苦 那各位初学者 你买了这样的书 不是劝退吗 这个书什么时候读 就我这样的人慢慢读了 而且里面确实跟业务无关的内容太多了 德国人怎么怎么搞 关我们什么事 我又不是在大学教授 我又不是写论文的 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是 从 因为我有一个理想 就是 以前我们讲 公司法 合同法 劳动法 就是你给企业提供服务 给公司提供服务 这三个法 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公司法的场景 不太多 预见的机会不太多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从16年双创 现在一个公司股权架构都不稳定 你合同省得再好 人力资源劳动 风险防范的再好 有什么用呢 根都给你 绝了 挖了 所以未来公司法 我认为啊 应该成为 伤势律师的一个 类似于合同法 与劳动法的一个基本技能 你可能 不是那么的精通 但是ABC你要知道 然后这个时候 你会有同伴 有同事 有朋友 包括我 你搞不懂的 我们可以参想 但是你必须得知道 我希望 因为我的这一套 公司法打优势的条文解读课 能够帮一万名 多了我们说 在公司法门外 门口 尚未登堂入室的 律师朋友 当然更广大的创业者 这个数量 我希望是十万 甚至更多 用这套课 是要面向 不光是要面向律师 我认为完全适合 创业者来听 帮助这么多的人 去走进公司法的殿堂 我投资并购 法律实务这本书 我最开心的是 经常收到邮件 或者加了微信给我 发的微信说 我是看着您的这本书 一步一步的 做完我的第一个并购案 我希望这套课 将是一套公司法的启蒙课 是为你结缘公司法 所建造的一座桥梁 也许它不够完美 坦白讲为这个课 我真的伤了点元气 因为7月25号之前 我必须交 结果当时业务 又非常的繁忙 所以我只好不断的加班 虽然呢 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我跟团队表达了我的遗憾 我说其实 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呢 基本的水准应该是有的 稀缺性 创新性 更加是独一无二的 我自己觉得 还是有诚意 就是应该是讲 努力的对对这起观众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 在正式课看到大家 不光是说想销售 不是这样的 它真的有价值 也许有些地方比较浅 但是至少你知道 这个地方我来过 你对公司法就不再会被别人忽悠 被另外的人搞出的所谓的高大上的东西 所劝退 你可以的 这是我在中场的时候 特别强调 我的这个初衷是什么 我的初心是什么 当然 再次邀请大家 吐槽 我们一起完成这本新书 公司法打油诗 简明实用 条文串讲系列 这套书 这一本 应该一本书就能写完了 希望在后继 还有在正文的观点 前面 看到您的姓名或者网名 那我们继续二十六集 二十六集呢 是解散是有情约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关于解散呢 在公司法第180条 在打油诗叫解散没录 有五条 这个条分别是 因为期间见满 大家都不干了 决议解散 合并分立那是必然要解散 对吧 还有被吊销执照解散 因为打官司解散 强制解散 但是合并分立也好 被动也好 就是被吊销执照 这个是不存在 你有什么主观能动性的 对不对 决议呢 你决议不了 你如果小股东 你有什么这个决议啊 你没有三分之二啊 所以二三四 我呢解散之数呢 是互相干价 对不对 干价这个其实公司 也就剩不下半口气了 所以表面上这个陌路有五条 实际执行当中啊 一条都没有 你一条都不符合 你用第一条吧 公司二十年或者更长啊 期限还差得远 决议吧 你不是大 你不是三分之二 合并分立公司 没有这个打算 被调小指教公司也没犯法 没有被处罚 解散吧 你这公司现在经营 没有严重困难 你不具备这个宣作者的 这个客观的条件 五条路一条都走不通 但是却有的时候 你就想离婚 就想走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法定的五种解散方式 你都碰不上 因为这都是小概率事件 那有没有你就想走的时候呢 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就想当出现某些室友的时候 必须离婚 比方说打人 比方说出轨 我就有权离婚 当然结婚的不允许 做这样的约定 签个合同说 一方打人就必须离婚 这个约定 我不是婚姻法的专家 但是我知道这个法官 应该是不会认的 这个协议 婚前的协议 那么 但这个我就不搬门弄斧了 各位很多人肯定比我强多了 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在公司里面 法定不足 约定不 是可以的 那么在婚姻里面 你觉得必须离开 你要约定的可能是家暴 出轨 从私房前可不可以约定 也可以 假定法定 法律允许 你肯定很多人会约定 开个玩笑 那么公司里面 你就可以约定 比方说当 当 有另外一个股东 他有道德风险 他做了观点交易 背着你 你说我要申请解散 我的公司就解散 可不可以 可以 比方说 我们的某一个 创始人或者重要的 技术专家离职 或者退休去世 生病无法履职 我们公司就没有 存在的意义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比方说我们公司 当失去了某一个渠道 我们公司就解散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始终让自己 有更多的退出的机会 留在那里 就这个意思 这是允许的 很多人 不会想到这一点 我只是 其实你讲穿了 这个纸一捅就破 但是问题没人去捅 就好像我以前 讲我做的那个 一个比较经典的 这个强制清算案 法院没有管辖权 那么多人都不知道 花了几个月 一个区工商局 那个时候还叫工商局 在所有的变更案上 都是区工商局 在办的公司 他的破产 当然就是该区的法院 来 他的那个清算 强制清算 来受理了 那我是从他的成立时间 倒推出 他因为他叫 股份有限公司 他199几年成立 最早的那一部公司法馆 那个时候 股份有限公司 必须在省计 上公商局 来登记 我倒推出 他不应该是 在区工商局登记的 他不应该是 看起来是 因为后来都下放到 一个是这个规定 早就废除了 省公商局 才能登记股份公司 第二次 实际也早就下放了 所以没有人去 朝那个角度去想 你讲出来 哦 哦 这么简单 好了 法院 对不起 我搞错了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你 做不到 还不是最难的 这个地方叫 知难行义 我到台湾去 看到 东山先生的手术 这个 知难行义 有的地方啊 他就是知道很难 行动起来 反倒容易 啊 知难行义 当然这也是 中山先生的一种豪情 对吧 他就是 屡败屡战啊 这个平头哥 这个比喻不下当啊 我是用正面的啊 这个大家不要误解 就是讲 他的一种战斗的 一种精神啊 这个 我不要 不要这个 错误的去理解啊 第二十七级 营业期限 莫乱约 这个约 营业期限 有什么吗 我就约个五期限 我约 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我们在 有一个案例当中 就因为 股东随意约定 营业期限 导致自己 陷入了 被动 这个呢 条文是 公司法181条的 寿源将至 虚命宝 这个呢 那是整个条文 我们这里只讲的是 一个点啊 我们给客户 就是说 这个条款 我们也能为客户 创造价值 我们讲这个案例吧 这个案例当中呢 这个 双方股东 觉得他们这个生意啊 是有阶段性 是有阶段性的 他居然只约定了八年 为什么做八年呢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 把握住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呢 大概八年以后 就没有什么 赚头 所以他们就只约定八年 这是其中一个股东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股东呢 无所谓 结果呢 他们在第七年的时候 两个人闹翻了 闹翻以后呢 这个是当时是大股东提出来的 就约八年就行了 小股东说无所谓 你都不干了 我干个啥 也是老大嘛 对不对 结果到第七年的时候 双方发生了纠纷 但是问题 大股东占百分之八十 你根本都不怕你 对不对 你干什么都不行 而且也没有什么一票否决权 股东会 董事会 都是我的人 都是我说了算 不理他 最后 这个小股东的律师 就要求 不行 这些重大事项 我要追价一票否决权 你们这个约定不合理 老是欺负人 我要追价 大股东说凭什么 我就不跟你追价 你咬我呀 我百分之八十股权 小股东律师 研究了一下张处 找到了一条 说八年就 这个 那个什么了 对不对 那好了 我就告诉你 你不给我加 那我明年 我肯定给你 那个什么 给你 给你就 结束了 公司就解散了 你七千件满解散嘛 对不对 大股东就只好 接受了小股东的 所谓的无理要求 所以呢 当然这个里面还会 涉及到意义股东 回购权 你要去 你要去呢 我可以退出嘛 对不对 是吧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 它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呢 如果说 我是大股东 我就会说 这个事情 反正到时候 我说了算 我可以约定一下 避免 这个不确定的 情况 这是 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呢 比较偏门 冷门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十八级 解散之剑 成下谋 这个是 禅渊之谋 一不小心来读成 禅渊之谋 念禅 三点水的那个 这儿特别难写 这是一个巨照 这个 只有百分之十的股权 他可不可以去找大股东去撕逼 可以 所以我说你要当小股东啊 你尽量的让自己有两位数 因为你有掀桌子的权利 虽然宣这个桌子很难 比方说股东会董事会瘫痪了 而且一定要公司 非常困难 你一直在赚钱是不行的 那么 实践当中的法院是很谨慎 但是有一点 有一点啊 第一 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 你就开始抵制股东会和董事会 因为你觉得受了委屈吗 第二 就算最终法院没有判 当然你而且同一理由重新起诉 他也不在了 但是你的这样一个解散之处啊 一审二审打下来 对公司的对外形象 和对内的员工的思想的影响震盪 是 很吓人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一招呢 当然我们认为是你 确有委屈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的哦 逼大股东 签订 城下之谋 这是 这个啊 那有的人呢 就是说这个 还有一种情况下 这样做会更容易 就是有的人说那这个 这个法院一般想着 你只要还能勉强能维持啊 不会判你解散 你还有这么多人就业呢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啊 就是说这个解散的公司啊 它其实只是一个某公司 是一个平台公司 它下面 的实体啊 它是一个单独的子公司 那么解散的时候呢 它处置的是股权 这个股权只要有任何一方股东想买 或者有其他的投资人 相当于来做成组啊 买掉 那整个这个项目 这个工厂 它的运作会受影响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法院 因为法院他考虑的问题很多啊 我是指 有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啊 这个因为很偏门了啊 这个这种特殊情况 是很偏门的 但是这个城下之谋的这个方法 应该是可以广快去运用的 当然 你不能恶意去运用 对吧 这个 但是我们不做道德评价啊 第二十九级 高管扩容 多高官 就是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讲董监高啊 这是公司里面的顶层嘛 对不对 最高级的 他除了 公司法216条里面所讲的 这是来自于216条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常务总监 上市公司董秘 注意啊 非上市公司董秘 他不是 那非上市公司 非要设个董秘 行不行啊 行 非要约定 他是高管 行不行啊 行 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人员 这也是一个自由约定 所以呢 不光CFO可以 CHO行不行啊 CTO行不行啊 人力资源总监 技术 IT总监行不行啊 行啊 有的公司更 更变态了 把副职 中干的副职 也列为高管 行不行啊 好像你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公司章程规定 他是 那就是啊 或者说 只规定一些核心部门的副职 政治就不说了 政治副职都是高管 可以 那这样做 当然太多了 都有个度嘛 凡事 这不就是官多兵少了吗 但是呢 你要说对公司 实质有多少损害也没有 又没给他涨工资 而且还让他 有荣誉 有自豪感 我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写进章程的 所以这让我想起来 古代啊 卖官欲绝 就是 这个东汉啊 还名二弟啊 这个这些啊 而我的历史 其实也是一知半解 别以为我是一个 历史专家 我不是啊 我只是偶尔读一点贤书啊 类似于明朝那些事那种啊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不花成本 却让这个一些 补干呢 有荣誉感 这算一个好处吧 而且呢 就是因为公司法对高管的责任和赔偿义务 高管的义务 认知资格 他的忠诚义务 勤勉务 还有这个赔偿责任 他都有独特的要求 他没有说非高管的人 你承担什么责任 对吧 那个就按劳动法来了 所以你可以给他再上一道 叫双层的紧固着 除劳动法以外 你看公司法里面 因为你把他列入高管 就自动的 让那几个有关高管认知资格 高管的忠实情面义务 高管的赔偿责任 这几个条款自动的对他生效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 总体来看还是利大于弊 只不过说呢 你不要搞太多了 像这个你管里面一样 第三十级财务哨兵必须设 在股权架构设计当中 我以前在股权我不取里面 讲过哨兵股 那现在我们在公司治理架构里面 讲的哨兵主要是针对财务 当然重大事项也可以设 就是重大事项的决策 也可以设哨兵 这个哨兵什么意思 哨兵他不是用来打仗的 这个我们像 这个这是一位 在五千多米海拔的这个高原 韦国树边的这样一个 一位哨兵的形象 我们向他致敬 那么我们看看公司里面的哨兵 首先你能够争取到 财务总监财务经理 会计出那大一点的公司 这四个当中的任何一个 出那一个不止一个 公司大对吧 你就一定要争取 你想我东西就算10%20% 一个名额没有吗 这个时候你名正言顺的 拥有了一定的财务知情权 那么 这个 你说这四个你一个都争不到 因为大股都很强势 或者说你股份实在是 还老五了 轮不到你 怎么办呢 实在不行 那你就争个负责 这个人呢 对这些事情 他有知情权 注意是事先知情权 事后知情权 那是查账权 那没多大用 那人家目以成舟了 他说对方那是善意第三人 你怎么办呢 钱都付出去了 你还想把它弄回来 这多难啊 你只有在付出去之前 就知道 所以你可以要求他 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知道一下 在OA系统里面也好 优顿的这些保管也好 总而言之 你说我要知道一下 我没有否决权 但是我有事先知情权 你说连这个都不给我 他不给面子了 我不跟你玩了 人家大伙都一看 对啊 你没有否决权 就有知情权 那也可以吧 这个去这样去谈 成功几率还是挺高的 所以注意这个哨兵机制 然后大家就问了 你为什么这么在乎 这个哨兵机制 因为现在观点交易 猛如虎啊 观点交易 我真的我看了很多的 这包括公司法 司法解释 不过还有各种法院的这种 类似于文件吧 这个 很多条款 但是你真的想去证明一个 做得很巧妙的观点交易 是观点交易 它就证明不了 特别难 甚至地球人都知道 这是观点交易 但是证据念不完整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内外勾结 它公章有的 法庭代表人签字有的 程序都有的 否定掉 观点交易太难了 你只有在它 还没有盖章的时候 还没有付钱的时候 发现它 这不对啊 我们这个重大资产 怎么能够卖这么 这个 卖这么便宜呢 因为我们这个借款的利息 怎么能这么高呢 因为这个钱 怎么能够借给别人呢 我们公司自己都没钱 利息还约定这么低 你等合同签之前 你知道你去闹 大股东或者是空人 他得颠量 你都已经目以成舟了 你再去付水难收啊 所以哨兵很重要 过程控制很重要 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啊 就包括甚至我们的团队管理啊 我是推实行制的 实行制 有人说是赚还是亏啊 无限的啊 用工成本啊 不完全是什么灵活用工啊 不是这样的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啊 不仅仅是这样的 实行制是什么 他不是写周报月报 他是做每一件事 他都报给你 而且是做完之后 开完停 审问合同的第一 第二秒 结束之后的第二秒 第二就是马上下一个分钟吧 你就要打开软件 你就要把你做的事报上去 那意味着什么 你的老板 你的合伙人 你的上级 第一时间知道你干了吗 我就不用再天天问你 特别有的人啊 没有汇报习惯的 我们特别讨厌这样的啊 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助理 你现在不用了 你不及时报我 都说我钱 然后我要扣你的 比如说你说这份合同 你是今天上午九点到十点省的 结果你到下午五点才报给我 因为你报的时间我也看得到 我甚至可以扣你十块钱 表示我不满意 因为你没有让我及时的 掌握你的工作进度 我跟客户沟通 我心里又有底啊 我节约多少担心和麻烦了 对不对 作为助理就应该主动 及时的汇报你的工作进度啊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控制的啊 但我扯远了一点啊 我是讲对过程控制 其实是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啊 第三十一级 股权空转约定名啊 空转呢 这是一个小人书啊 我特别愿意找这个小人书 这上面还盖了一个图书馆的专用章呢 是小时候我的美好回忆啊 须有其表 这是一个成语啊 这是讲股权空转啊 任缴了一个亿 持缴了一百万 这个股权 他去卖 就叫空转 为什么不把这个 剩下的交期了再转呢 那也转不了啊 那简直了再转 简直太麻烦了 公告对不对 我们的正式课程里面啊 对简直的流程是有详尽的解释 这个是48解释3里面的一个规定啊 第18条 空转股权连带真 说股权的表达居然是空的 但是呢 连带责任它是真的 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 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他的 润脚没有到位 没有死脚 那你就要对后面的 债权人来找你啊 什么 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承担这个连带责任之后 你可以追偿 还是不可以追偿 这个连带责任 你是跑不掉的 因为你很难证明自己不知道 你一个买股权的人 你基本尽调不做啊 人家 任脚注册资本一个亿 实际到位多少 你你不了解一下 就算现在验子报告不是登记 设立公司设立的强制程序了 你这个你不了解一下 所以你很难 不合情理啊 你说你不知道他没有死脚到位 那么 大量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知道 并且约定了 比方说我这个一个亿的认脚 我死脚一百万 我没有卖一个亿啊 我卖的就是一百万啊 所以剩下的连带责任 就由你来承担啊 但这个其实你一定要注意啊 你买的时候 你说一百万我赚了 那你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虚高的 他其实也给你带来了风险 还有九千九百万 你这有限责任变无限责任了吗 所以 你说那我买了以后减资 那你知道他原来有没有其他的债务呢 后有债务呢 对外搞了个担保呢 所以 空转买空转的股权 要是他是那种 就是动不动写一个亿的 你还要特别小心 你说他就是写了个一千万 五百万两百万啊 然后只出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这个倒也罢了 只要是就是在你的城市范围内的 这个可以 所以空转幅度太大吹牛 吹得太上天的 这个也是一个风险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第二个呢 一般当约定了 你本来人家 我不说一个亿吧 人家一千万的刃脚 的死脚一百万 这九百万 你本来就是想着 我只付你一百万的股权 然后还吗 我就该交了 那你就不存在追偿的问题啊 对不对 是否追偿是可以约定的 那你就约定不追偿 对不对 这个是先要谈好的 那如果 一旦有一方违约 那你就还要约定违约责任 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呢 也很简单 就是你先说清楚 你空转的就说 就明明确确说是空转 后面的谁负责 别模模糊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双方就会扯平 第三十二级 委托持股防风险 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个呢 是委托持股呢 公司法原文里面是没有的 这是四万解释三 二十四条 二十五条 讲的啊 二十六条 都是讲委托持股 这个委托持股的结构啊 他什么 有些情况下 只是拥有股东的一些权利啊 没有办法显明啊 登记为正式股东啊 什么情况下 才能登记为正式股东啊 这个在我们的正式课里面去讲 他 我重点讲啊 代持人的五种恶行 你找了一个人 他会怎么来害你 哪怕你找的兄弟 亲戚 好朋友 第一他 他把这口权擅自卖了 你就只能找他追偿 那有什么用呢 有价值的是这个公司啊 对不对 他把他质押了 质押呢 万一还不上 质押了还你帮他还钱 他不还钱 这钱被质押全然拿走 债全然拿走 第三个是什么 他打牌 所以你找代持人 不能找有恶习的 他或者就是做生意失败 他自己的债务 导致这个股权被冻结 这个你也对抗不了 关于对不对抗的两个 又是一长篇文章啊 那二个非常复杂 我们而且有很多相反案例啊 就是这个委托持股 能否对抗冻结 那简直是太复杂了 这个理论啊 而且还有很多相反判例啊 这个我们不深究啊 今天这不是 总而言之被冻结 你就这样说吧 就是大概率你会被 这股权也没了 而且甚至有可能 他不是恶意的 他真的是赌输了 他没有想过要转让 质押你帮你带持的股权 有的时候或者就是自己生意失败 或者家里遇到急事 借了钱对吧 就人家把他名下股权冻结 另外两种 转让质押呢 大家都知道 导致被冻结呢 知道的人又少一点 注销 基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 就是他偷偷的去转让 结果被这个实际 就是以名古灯啊 被这个实际出资人呢 知道了 就跑到工商局去闹 结果他居然把这个 把这个公司给注销了 最搞笑的是 这个注销以后 这公司名下有块地 结果这个实际投资人 就拿不到 他为什么拿不到呢 他跑去申请清算 人家说你 不是 这个 名义股东 我怎么给你清算呢 你先得证明你是股东 那他我去做股东资格 确认之数 然后你公司都注销了 怎么做确认之数啊 这反应就给他踢皮球 很有意思 就给你注销了 你想过这一招没有 读不读完 还有一种也是大多数人 都想不到的 他害你的方法 他恶意表决 他在股东规上就做出 对你不利的表决 他不光是躺平啊 他故意他要挟你啊 当然但是呢 他会不会自己也有风险呢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在认脚的情况下 然后我认脚一千万 结果实际只脚了一百万 结果呢 公司欠债了嘛 对不对 现在钱不够啊 那你就喊这个 你把石脚的这个出处了呀 包括公司破产啊 他可以提前到期啊 把这个石脚期限 都拿出来呀 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只是一个名义股东啊 这个不要找我找不到 我找他 不行 得找你 这个呢表面上不合理 他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合理性 合理性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允许你在这个时候 突然说我不是真实股东 那你岂不是可以临时伪造一个委托事故 找一个穷人 就是本来你是真实股东 本来你就是真实股东 现在你有九百万啊 缺了九百万没有 到位 现在人家来要账了 你九百万 但是你不想给 你就 你就找一个穷人啊 或者找一个亏损公司啊 空壳的 你说我是带他持股的 找他吧 你们签个代持协议 那人家债权人 不是死定了 所以 这个 这个就是 法律这个规定是合理的 当然这也给代持人 所以你给人代持人 你一定要注意 他剩下的 持脚的 这个资本啊 他一定不能 就是这个 空转的 这个空 这个空的部分啊 我们讲 上一章讲 空转的时候 就是这个 没到位的这部分 不能太大 不能超越你和他两个人的 承受能力 第三十三级 一谷二脉 一谷二脉 我们讲一反二脉 也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话题 是吧 什么有登记啦 战友啦 什么啊 等等啊 一谷二脉呢 原则上啊 我个人认为 登记的是可以对抗 没有登记的 这个 司法解释三呢 我们抛开法理啊 我是这么推测的 司法解释三 第27条啊 是专门讲一谷二脉的 那我们怎么来防止呢 所以讲这个效力啊 他说 由于没有登记 你又把股权处分给其他人 我就反推 那如果登记了 你再转给其他人 那你是无法对抗这个登记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登记还是很重要 他说 没有登记 你卖了两家人 那适用善意第三人制度 那311 民发点311 那么反推登记还是很重要 对吗 当然一国二脉怎么弄啊 这个我们在 讲司法解释三的这个正式课里面 我们会有探讨的 我们现在就是得出一个反推的观点 自从法条 它是直至本源的啊 我们先不讲深奥的法理 那么 所以呢 你就是要登记 所以呢 这个设防的时候啊 就是一定要 要么哪怕资金共管也行 就是要及时登记 先获货款 登记完了 钱才能到你手上 共管都行 交点共管费 当然公正托管 律所共管 设立共管账户等等啊 这些具体方式可以 零活选择 选择 第34啊 就是34条计策啊 决议撤销莫迟疑 就是说 股东会决议 董事会决议 你不服 对吧 那你有60天的 意义起诉期 60天啊 两个月吧 大概啊 48解释四呢 第六条就讲了一句 如果在这个60天之内 你没有起诉嘛 对不对 60天之内 他已经根据这个决议 跟别人把合同签了 把钱付了 那你如果不能证明 他是恶意的 哪怕你把这个决议撤销了 可是目已成终 生米煮成了熟饭 就很麻烦 这个就是点跟那个 劳动合同法里面 讲的那个 喊前台 监一下这个 监一下 人力资源部的一个角色 给他加一千块钱 结果过了一个月 他也没反对啊 结果就弄假成真了 这是这个啊 那个支点我们不展开啊 就是实质同意 劳动合同的变更了 以行动来同意了 那么 这个就是 为了 经济交易的 这个稳定 就不愿意去 引起更大的麻烦 所以就 有了一个 没有数据力 就是你把这个 决议撤销了 但是你对 按照这个决议 做出来的行为 没有数据力 跟法律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做那个行为的时候 决议是有效状态 那怎么办呢 防止先斩户作 怎么办呢 所以你不服 你就想好 立刻不服 第二天就去洗漱 因为这样 而且 而且给相对方 要发函 说我已经起诉了 你不要跟他搞 你跟他搞 你就是恶意了 因为这决议决定 是要把一个重大资产 转让给谁谁谁 价格还很便宜 你不同意 对吧 就这个事情 但是呢 你又是小股东 你没有办法 懂得 第三日五级 擦边强阔查账权权权 什么叫擦边 什么叫强阔 我们也解释一下 查账权 大家是知道的 这个呢 我不展开讲 这个公司把第三十三条 叫股东查账 南进门 你查财报可以 你查这个账簿 原始凭证 还要同意 又要证明你 不会泄密 等等 很多麻烦的 还有知情权利 可肃请 协议莫夺 查账权 就是说 你不要签一个 合资协议 莫夺某个股东的查账权 这等等吧 这个呢 我们就暂时不展开 因为在正式课里面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就在讲 这个查账权呢 怎么样强化它 特别是做一个小股东 和场外股东 就是你不参与 经营管理的股东 甩手掌握股东 但你 报表还是要看的 或者更详细的财务资料 你是要看的 怎么办呢 第一 在协议当中 约定主动报告制度 这个非常常见 在股权融资当中 投资方 基本都会约定这个条款 按月来报 哪些哪些资料 给你列 一二三四五 列得很详细 这个非常棒 我觉得可以成为标配 还有一点的就是 可不可以直接约定 关于南京门 对不对 我就是可以 作为小股东 我不需要你经过 你特别的同意 公司特别的同意 我就可以直接看 会计账簿 乃至原始凭证 包括业务合同 那么这个呢 有点争议 首先做减法是不行的 就是你把人查状全剥夺了 那么把它强化它 就让公司不能拒绝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在这个网上 看到过一些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说 你 因为人家说 这是法定的 不能减也不能加 不能减这是确定的 但是不能加这个 我觉得呢 按照我一贯的逻辑 三分之二可以加 不可以减 我认为还是可以加的 当然这个遇到 这个地方可以进一步探讨 可以进一步探讨 然后呢 我们来到收官之计 三十六计 意志关联莫甩手 就是说 司法解释五第一条 又加一个司法解释 其实跟司法解释五 是在司法解释四的基础上 都是讲强化股东的权力 那股东呢 很容易被关联交易所伤害 所以呢 司法解释五 专门讲了一句 关联交易问责言 在我们正式课里面 全套课里面 会展开的 那为什么我说 不信任 我对所有的这些规定都不信任 是因为 我们遇见了太多的无法证明 地球人都知道 带点东北枪吧 好玩 那个 都知道 这是关联交易 这个不对 但是现在 已经很少有人傻到 找自己的家人 亲人 朋友 来做关联交易 他找的这个人 就基本是你很难证明 关联 关系存在的人 但是其实就是他的 就是内外勾结的 这么这种情况 所以太难了 所以别信 别信这些法条 一定要做过程监控 刚刚讲的哨兵旗帜 还有甚至要安插其他的职位 然后经常都关心公司的业务 就是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 不要相信这些法条 关于关联交易的 那我们的这个36G 就基本上就 这个介绍完了 那么欢迎大家给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 古强那些事 这个号也是个老号了 但是我呢 确实有时候忙起来 这个写稿 写稿这个会比较累 比较忙 欢迎大家来投稿 在我们的稿件 这个发的文章下面留言 古强那些事 也欢迎大家加我微信 探讨 然后呢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 今天问题是我看一下 剩余财产这个 认脚实脚约定啊 第二 普通董事 可以约定由各股东委会 可以啊 就是现在都是契约自由精神 在后来的公司法修盖里面啊 就是 是那个 这都是ABC的支持啊 三个是 以前设立了很多 有限责任公司 有一百家左右 都是自然人国中 现在想全部集团化 设了一百家 都是自然人 你们这个手笔也太大了吧 这多大一个集团啊 一个一个一个老板啊 现在想全部集团化 是不是要设立一个集团公司 然后做相关股权变更呢 两家公司合并应该怎么执行呢 他这样啊 集团公司那是另外一个法律点 他只是一个对你的规模啊 公司的数量啊 一定要求 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总之呢 你这些自然人 原则上 只要你把他的股东 都变成了 两家以上的公司 我前面讲过 不要搞一人公司 在这个原则上 你再去做集团化 肯定要好很多 这是可以的 当然这样我认为 肯定是不合理的 这种方法 论是对于套线啊 对于风险隔离啊 都还有对 还有几个重要的点 我反正我不想展开了 反正就是有足够的理由 来消灭这种结构 然后两家公司合并 该怎么执行 这个就要正式和很简单 合并 那合并的 吸收合并 新生合并 你就按照正常流程 去办就好了 因为两家公司 如果都是你自己的 那左口袋右口袋 你也不存在 有多少的争议啊 对不对 这个合并的时候 主要还要做好 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些 筹划 好 第四 一个艺人公司 和一个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也是大股东 是同一个人 两家公司 经常通过合同 进入业务往来 需要 如果是你有关联关系 那你就有供应价值嘛 关联业务 他并不一定就是违法的 对不对 你有供应价值就行了 还有把这个 一人公司消灭掉 就这样 就这样规避风险 我怎么规避 第五 这个 将有限公司 作为持部平台 这普通合伙人 那对呀 这个GP可由公司当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季 肯定的这个公司 也不能作为一人公司 因为你本来 你用这个GP当 公司当GP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 无限责任的 无限责任的 就更不能 当这个 用一人公司来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对不对 有限和我写的 这是同一位朋友 网友提出的问题 其实我 这个 其实我是蛮愿意 引用一下 这位网友的姓名的 但是 这个现在发到 我的这个手机上的 这个整理 它没有标注 没关系 我们就是 以后会知道的 可以 今后 在股邱那些事 公众号底下给我留言 我都会看的 然后呢 这个加微信也更好 这个有限和我企业 和我人转让财产份额 是否参照 那个 有限公司的股材责 缴纳个人所的税 首先我不是财税专家 但是我大概知道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安逸加来 我 你知道吗 我在做并购的时候 其实这个财务问题 和税务问题 我早就搞清楚了 但是我就不发表意见 我会跟客户讲 我说这个事 你自己找你的会计 或者外面的会计师 来确定 这个是一个 一个 就是你职业的时候 一个本能 然后 第六题 是股东借给公司钱 公司以防抵债 这个其他非股东 外部债权人 可以提无效吗 会被认定为 抽逃出资吗 我觉得这个要具体分析吧 你这个如果是公允价值的 那自然就没有问题吗 对不对 但是跟出资 我觉得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 一个是借钱 一个是房 而且他还不是公司借出去 是股东借进来 我觉得跟他出资 应该是扯不太上 那么 至于外部债权人 是否可以提无效 我觉得你外部债权人 发现这里面 有不公允的情况 当然我认为 你可以认为是一种 逃债行为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你把公司的 这个重大资产 转移给了股东 而且是这个价格不合理 五千万的房子 你三千万就可以提了 是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合同法的范畴 好 我们再来看 又有一部分 又有一部分 第七题是吧 未借出资 义务实现就转让股权 虽然空转的嘛 空转原则上 你这个转出去的股东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只是说 事务让方 他要承担连带责任 他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当然他一般 他很难证明自己不知道 这个知识也是个基础知识点 在我们的全套课里面 他那个条文 他有解读的 我不是光讲条文 就是这个条文 我们是有白话文 有打油施 有案例 还有这个讲解 这是这个 好 那主持人还有其他问题吗 28级解读的是什么 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讲太快了 对 这个地方 很深 这个是 这个是实战当中来的 我相信在这个用法 总而言之 我们的解读 95% 和大家买的书的解读 不一样 解散之鉴成下谋 就是讲两位数的股东 他可以用这个解散之数 去达到自己的一些合理的目的 虽然他有可能输掉 但是他有这个授权 他本身就是一个武器 好 那抽奖是 还有抽奖 那是主持人来主持吧 那请主持人 主持抽奖 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 还有我们小杨老师 非常辛苦的工作 给我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的倾听 再次邀请大家 去跟我们一起 来出一本新书 关于公司法的简明实用的 打油施版本的解读 众筹版本的解读 希望在书的证文和后继 看到您的网名或者姓名 那我是不是可以撤退了呢 在微信里面可以给我说一下 那你们就抽 我就 我就 好的好的 那我撤退了 那你们 那个 这个 就你们都抽到 好的好的 谢谢 贾瑞博士 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 今天呢 我们是临时增加了一个抽奖 因为刚才中途的时候 我们是一口气把两个奖品都抽了 不过没有